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想要做口家 你吃吃冰檔 我已經有去做乳癌 你還是可以去摔一點 你就跟他說 你親衣非常差 為什麼 看病省錢在這裡 醫師教你省錢絕招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 分享神很大的看診秘籍 到底醫療資源 有哪些免費的好康訊息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就醫師來教大家怎麼省錢 我覺得是最客觀的 對 因為如果 佳醫師有辦法可以這樣省錢的話 那就是真的 對 我好怕聊說你喔 講的話超直的 對 他不給聊天的 真的 我一次遇到他 我說 佳醫師我今天頭有點痛 他說 然後我說 有一次第二次我說 啊你是不是有點可笑 他說 然後就那個意思說 你是不是很想等到他 我就很好喔 我不能聊天喔 但是如果他們口中說 這些東西可以省錢的話 那就是真的 真的 講到這個要省錢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很多民眾有個錯誤的觀念 就會認為 事實上在我們醫生裡面看 根本就不是這樣 只有 沒有什麼叫做最貴的檢查 像一個電腦斷層而言 大家都覺得電腦斷層很神對不對 因為他好像又沒有什麼侵入性嘛 你躺在那邊 他又不用拿針戳你什麼的 對 電腦斷層超級夯的 而且在很多的見解你都看得到 之前就有個四十多歲的男生 他就這樣 他明明就是上腹痛 他痛的樣子明明就是胃痛 連他的家人都說 這可能很明顯就是胃痛啊 不然就去那醫院照微鏡就好啦 他不要 因為他說 他說不要 我說沒有關係啦 我下禮拜我公司就剛好體檢了啦 我有看到那個菜單 他說如果有潰瘍的話 電腦斷層 這個這麼貴耶 加了八千多塊 還打血影機應該沒有問題啦 對 結果就真的去做了 做出來之後健檢報告就發出來了 電腦斷層就顯沒事 就什麼都沒看到 就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被送到急診室 那一天就肚子還滿 就真的很痛 就送到我們急診室啦 我們急診室一看就跟他講說 這馬上變進去 因為那時候看 還沒有附膜眼 可是他就是胃非常的不舒服 整個這樣縮在一起 就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急診室 就直接幫他做微裙 一坐 再過一兩天大概就要破了啦 幾乎就是 已經就是整個壁都變得很薄 那非常非常的大 感覺再過一兩天 你再不來大概就要破了啦 所以他說好在 那天有被他家屬押到急診室來 然後就開始打胃藥 打個兩個禮拜之後才回家 對 那時候住院的時候 那個病人就一直在抱怨 說你們這個很奇怪 我花了這麼多的錢 去做個電腦斷層 竟然都沒有辦法 幫我診斷出來 我是舌子長潰瘍 還跟我打完全正常 這個就是他誤會了啦 電腦斷層對一些那種 體內有腫瘤 長成腫塊的東西 診斷率都很高 沒有錯 但是對那些 所以很多胃潰瘍 或是胃癌的早期 或是大腸癌的早期 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我電腦斷層做沒事 不是去做胃鏡 或是做大腸鏡 一下就看到胃癌 一下就看到胃癌 白花姐 對 所以我才說 其實我都覺得 如果你身體有不舒服 其實你需要來掛冷診 我們會提供你 就是最適合你的檢查 對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病人 我們耳鼻歐科 其實常常有遇到那種 頸部有腫塊的 摸一摸就 好像感冒完有個淋巴 就腫起來 有一個病人就是 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他就是感冒完之後 他下汗這裡 這個叫下巴 這裡腫了一顆 大概一點多公分的淋巴結 他就很緊張 然後就跑來我的門診 就說 醫生 我想要做檢查 然後要看說 到底是什麼問題 因為他上網 現在大學生都會上網搜尋 搜尋完 淋巴結腫起來 就是一大堆什麼 所以他很緊張 我其實能了解 不過我們頸部腫塊 其實就是 有時候 觀察也是一種檢查 因為這個感冒完的腫塊 其實在一段時間之後 會自己消掉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需要說 為了要做這個 頸部腫塊的檢查 所以要去接受一些 像放射線 電腦斷層 因為你接受一次放射線 其實也 未來的離癌機率 其實是會上升的 對 不過這個大學生就是 他就隔天去我們醫院的 健檢中心買了一個全餐 這也太可怕了 全身的核磁共振 全身的核磁共振 花了大概七萬多塊 對啊 很有錢耶 確定他大學生 他也是傳丟仔嗎 就是 傳丟仔也有錢 當然跟他媽媽一起讀啊 OK 傳丟仔的大學生 不是說 媽 我快死掉 我長了一顆瓏 這樣他媽怎麼可能 就拿錢出來 我把你瘋在地兒 對 然後做出來之後 他更緊張 因為我們照出來 一定全身會有很多 淋巴結有顯影 對 他就更緊張 他急著說 醫生怎麼辦 我全身都有腫塊怎麼辦 要來切片啊 什麼的 後來我知道 就是把他轉給我們一個 比較 你是把他轉走的意思就對了 沒有... 這時候就是老那個長輩的 長輩的 講話比較有分量 對 他可能會比較相信主任 後來真的就沒事 所以以後醫師 最好都會讓你白頭髮 這隻外科全部都留鬍子 江醫師其實那個 門整的數太多 他一直想跟他 每次刮鬍子 你沒看他今天頭髮 頭髮已經剃掉 下次要被刮鬍子 可是我身邊真的滿多就是 因為可能是緊張 像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幾乎每一顆 都會看個好幾次 像他比如說有一點點胸悶 然後或者是胃痛 他會說是不是胃癌 而且他不是看一次就沒事 可能這個醫生會跟他說 你沒事 他就不相信 他會去看第二個醫生 然後一樣掛同一顆 去別的醫院 然後再問說 那我真的有沒有事 然後他就變成到最後 他幾乎每個禮拜都在看醫生 海頓媽的這個朋友 我前兩天剛好遇到一個 他一開始講 就是他的症狀 頭痛 頭暈 胸悶 胸痛 然後會告訴你 他的每一顆看過兩次 該做的檢查都做了 都做了 當你告訴他說 他的問題應該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因為這些檢查已經做了嘛 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但他就問你 對啊 所以他做再多的檢查 他的內心還是一樣 不安 然後你再問他說 那這些症狀需要吃藥嗎 他會一句話 沒有檢查出來吃什麼藥 你都沒有檢查出來 你給我吃什麼藥 我說 那你情緒比較穩定 不要那麼緊張 有沒有 對 對 很重要 那你要真的吃什麼藥 對 是啊 像剛才晚上講的那種症狀 什麼一下頭痛 頭暈 背痛 一下就拉到肚子 我每次都跟病人講 你東西如果長在肺 就是肺部不舒服 或什麼 會全身上下都不舒服的 你要嘛就是立病症 你要嘛就是 你要嘛就是停筋了 停筋了 對 他都好罪 不是不是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都是這種毛病 才會查不到原因 對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些 然後這些來講 我們都它根本都是用排除法 只要把一些嚴重因素排除掉 我們就是一樣 最後就是開 太眠藥給你吃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讓它持續穩定一點 對 讓它持續穩定一點 然後再過來 其實我在臨床上面 遇到一個比較特殊的病人 我最喜歡講 就是 很多乾燥症的病人 他的表現很奇怪 很特殊 可是我們醫生懷疑室之後 那跟病人講 病人其實也會懷疑 因為他也可能看過一些 峰式免科 也不是很確定 那就告訴他 來 開個轉診單 基層診所的醫生 判斷病人需要轉診 這是醫生的一個專業判斷 然後這醫生的轉診單 去到大醫院醫學中心 兩個好處 第一個 費用省很多 真的嗎 真的 本來四百多 變成一百多 所以其實轉診單 不是要兩邊都付錢 而是其實可以比較便宜 對 可以便宜很多 再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要找江醫師 江醫師已經指定滿號 你不用擔心 拿著王醫師的轉診單 江醫師一定要幫你加號 那天一定要滿到 你學起來 我不會K他 那個轉診單會 你可以去投訴告他 好 而且我會告朋友 根據我認識江醫師那麼久 他最怕人家告 他最怕人家告人家 他最怕人家告人家 而且對 我們這樣一聽 我真的就覺得我就是一個 就是不會用那個 當地資源的傻蛋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很怕死 所以我從畢業之後 我就很習慣 開始工作之後 我就習慣 那結果有一年 我媽就突然有一天問我說 要不要今天去喝下午茶 我就說不行 我要去健康檢查 她說你做什麼健康檢查 我就說就一般的健康檢查 看看有沒有 離癌什麼之類的 我媽就說不是啊 那妳為什麼不在基隆做就好 妳知道 真的還假的 對 我還說那是什麼 然後立刻上網查 結果我發現她檢查的項目超多 什麼代謝症候群 然後什麼女生 像子宮頸 或是胸部 或者是X光 其實那些零零種種加起來 可能真的是外面的 那個一般的健檢 可能要大概也要兩千多塊 而且其實我發現有很多東西 就是自己其實不知道 真的 現在前陣子醫生給我說 妳可以睡覺胸部什麼 乳房攝影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不用錢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四十位以上 我就 四十五歲 我已經四十五歲了 好 就拿著那個單子 其實很講廳 我來一趟 還有很多都不用錢 所以有很多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 對 像有一天就有一個醫生 就有一個病人 他是從加醫科轉診的 然後他是 但是加醫科他只有寫說 轉診到我們的醫院 但他沒有說要到急診室 結果這個病人很取巧 他知道說我如果到急診室 我還是可以用這個免死金牌 還是可以半假 然後所以他就用那個轉診 但是直接來急診室 過後 他就說我如果到急診室 我們當然是不能退他 對 可是他的目的是 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快 所以我去看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樣 他說我胸痛 我說怎麼樣 因為他看起來太好了 我想說不太像是 真的有胸痛的人 我說你是怎麼樣胸痛 然後他才開始講說 因為兩個禮拜前 他的好朋友 親戚等色過世 他就開始覺得胸痛 他覺得他應該 是不是有問題 我說 我說所以你真的有胸痛嗎 他說也不是啦這樣 我就說 那所以你要 你來急診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 我想要做這些檢查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這裡是急診嗎 我的專門就是急救 如果你真的是急性 心肺肺肺的猝死的話 我可以急救你 但是如果說要做很多的檢查 其實急診是沒有辦法做的 對 我就看一看 你50歲了 你知道嗎 其實台灣人 40歲以上 每三年就有健康檢查了 然後呢 如果說你是小孩麻病患者的話 35歲以上就免費一年一次喔 那你是原住民的話 55歲就免費一年一次 65歲的台灣人 所有人都是每年都一次健康檢查 好棒 這些檢查呢 就是從身高體重啊 到基本的肝腎功能啊 血糖啊 血脂肪啊 還有肝炎的這些篩檢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 四個 肆癌篩檢查 我真的覺得 那個台灣對男性同胞真不公平 什麼是肆癌 當然喔 肆個癌症喔 對 大腸癌 口腔癌 乳癌 子宮頸癌 我只能用到一個 大腸 兩個啦 口腔癌 口腔癌要30歲就可以30歲 沒有…他要吃檳榔 抽菸或吃檳榔 抽菸吃檳榔的 沒有啊 所以我只有大腸癌 你可以為了想要做口腔癌 你吃吃 檳榔跟臭菸 我明明是做乳癌 對 你不要這樣講喔 前一陣子才剛發現一個男病 45歲就得到 有完 對 其實男生也是會有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看你們四來衝都 你還是可以去篩檢 你就跟他說你基因非常差 而且… 而且那我國際的標準啊 那個子宮頸篩檢 其實是30歲以後是三年一次喔 就應該說有性行為之後 三年一次 但我們台灣給30歲以後的女生 是每年一次 對 好膩喔 真的 對啊 所以真的是很好 但是我們的制度這麼好啊 但是就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的制度這麼好的時候 沒有大家都知道 所以 有七成以上的人都不知道 我剛剛講的那個 健保免費的健康檢查 是資訊之外 我們一般人最喜歡去鑽的 就是漏洞 譬如說像有一陣子啊 大家不知道 現在已經沒有了 有一陣子 是因為有藍卡的關係嗎 就是兒童的啊 那個時候的福利 現在已經有拉高了 就是給付比較沒有那麼全額了 對 那那時候喔 就急診真的是 塞爆了小兒科的病人 可是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是可以到 小兒科門診的 然後就 因為有一天我就遇到一個媽媽 那她媽媽是說 我覺得我孩子夯夯的 而且她班上有一個人 有A型流感 所以我要做篩檢 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可是她孩子在前面 其實是沒有發燒的 然後我就跟她說 這樣評估下來是不用做的 她就說 妳是小兒科醫師嗎 我說不是 我是急診科醫師 我的專長就是 急救 這句話每天是講 等你小孩 要急救喔 再來找我 再來找我 那個時候 那個台北市的市民 兒童啦 看急診 那個價錢低到 有一天 那個年代我還在兒科急診 然後有一個爸爸帶著她小孩 半夜喔 半夜 請注意 半夜三點半喔 他帶來急診 他主宿是 他的小孩啊 這邊 腳上有一點點的那個 紅疹子 我說為了這個 半夜三點半來掛急診 是有多急 小孩看起來不會一樣啊 養到睡不著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啦 因為那個阿嬤胸痛 現在在那個急救室 急救室 他很無聊的想說 那不用錢就帶小孩來 看一下急診 這麼便宜啊 我那時候才知道這麼便宜 後來就沒了啦 後來因為這樣的狀況 太平凡了 剛剛黃醫師說 不但看病免費 他還會告訴你說 我想要躺在床上 八個小時再離開 還可以 保險 保險 難怪還可以賺保險 不但不用花錢 還可以再賺錢 那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看完媽媽好神這個節目 他可以增加很多知識 所以今天這個節目 雖然要教大家省錢 但是其實在小兒科部分 我還可以有三個方法 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方法 我反而會告訴各位說 當你進去看小兒科的時候 你看到小兒科醫師 如果你在經費上面 真的沒有什麼限制的話 你跟他說 陳醫師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真的嗎 什麼藝術啊 很好喔 這什麼意思 你說我要掏出最好的藥 我要掏出最好的檢查 其實這一些 全部都是健保都有涵蓋的 但是至少在醫生的心裡 醫生不需要去猜測說 會不會我叫你自費的時候 反而你的心裡 會有什麼樣的疙瘩 然後到最後 我來舉個例子 一年前我看了一個孩子 泌尿道感染 好 那泌尿道感染 我花了兩個禮拜 把它治好之後 他爸爸抱著孩子 在我面前講了一句話說 陳醫師 那個 你說有過一次泌尿道感染 可能以後會有第二次 第三次 我下次如果發燒 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度過 快速一點 我說 好啦 那爸爸 這樣子啦 買個尿袋 那個 我幫你把那個 驗尿單子 然後你把那個尿袋帶回去 你把那個管子帶回去 如果哪一天他忽然發燒了 你就 現場尿尿流出來了 我就直接就幫你檢查了 這個其實是我站在他的立場 然後呢 我就告訴他說 就是自費一百塊 結果半年後呢 那個爸爸投訴我 為什麼 他的孩子那半年都沒有發燒 所以他每天看著那個尿袋 跟他的那個尿管 就覺得心情不大好 一百塊 一百塊 花了一百塊錢沒有用到 所以他就到處去查 他說醃尿都是健保有給付的 可是你的條件不符合 因為你根本不符合 現在在發燒嘛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呢 醫生心裡就有個疙瘩 當我告訴人家 我幫你多想 我讓你多花一百塊錢 做這個檢查 結果呢 事後被你投訴 那下次我再遇到同樣的情形 我就告訴他說 爸爸沒辦法 你先掛號 就是一樣的步驟 所以我會教各位 第一步你進來跟醫生說 那第二個 我要講 再來就真的是省錢的方法 舉例來說 過敏原的檢查 以前的條款寫 每間診所 一個月 只能驗五個過敏原檢查 有這樣分配就對了 有限制 對 但是當他到 他後面寫了一句話 他不是說不能做 他寫說 當你超過第六件 第七件 那對醫生來講說 我如果幫你做了過敏的檢查 結果 那醫生當然會告訴他說 這個月好像五件滿了 那下個月再來 所以變成說 你想要省錢 可能就是 不急的檢查 可以跟醫生問一問說 你這個月滿了嗎 可不可以挪到下個月來 所以跟醫生維持良好的關係 醫生可以給你一些 這部分的建議 第三個 也是非常省錢的方法 很簡單 對 助牙真的後來要弄什麼牙齒 真的很花錢 其實現在在國小一年級 有一個 聽起來很老口 但是這個可以把那個 救齒上面的一些 凹陷的地方補好 就比較不容易助養 所以我說 預防重疑治療 也是省錢的一個步驟 對 有一次看診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進來 進來之後幫她檢查 發現說她是 因為清潔不易 清潔不好 所以導致成說 她牙齦發炎 骨頭流失 然後她回了我一句話 說醫生 原來我是清潔不好 我就說 對啊 不然你以為是什麼 她說我去很多家醫院 看了很多骨科說 我是不是骨頭流失 骨質疏鬆 她吃了很多鈣片 都吃不好 她就聽信坊間說 你今天牙齒會咬 會不舒服 就是因為骨頭流失嘛 這有兩個好處 就是我們現在有兩個福利 第一個 假設你今天 只要你全口 擁有16顆以上的牙齒 然後又有6顆以上的牙齒 有5毫米的深度的 牙中囊帶 就是細菌已經侵犯進去 有半公分長的這個深度 你都可以進行一個叫做 牙周病的統合照護治療 它現在是屬於就是健保的項目 我們不需要額外花錢 去做這樣子 那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有懷孕 基本上每三個月 你都可以來 我們可以幫你清潔 因為懷孕的時候 有一些荷爾蒙的影響 會讓你牙齦非常的腫大 對 然後裡面藏物納垢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三個月 幫你維護 這樣至少 你生小孩之後 荷爾蒙回歸了 平常的這個狀況之後 牙齒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而有什麼問題 對 這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對 我說真的 是因為今天跟大家這樣聊 有這樣的主題 大家可以收穫很多 可是你說平白無故 我跟一個醫生說 醫生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處 他也不可能這樣跟我講那麼多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醫生套話 就是 不會啦 打好關係 那我們不要花那麼多冤枉錢 其實一般的 尤其是基層的醫療的醫生 都會知道得很清楚 那我們這種比較待在醫院裡面的 有的時候我搞不清楚 但是 護士也都很清楚 所以在我們的整個醫療體系 你只要問 應該都可以都要答 好啦 你不愛問的話 你就上網查 國健署 是國家政策的 那你在國健署裡面 找到你的年齡 你的這個適合的檢查 就在國健署的網站上就有 或者是你自己縣市的這個 衛生局的網站 然後這個縣市衛生局 有一些是縣市才特有的一些福利 那你可以在這邊找到 你們比如說吉隆市啊 等等的地方 我覺得大概就這兩個地方 公家單位就這兩個地方 不過剛剛是看病那些啊 大家希望可以不要白花錢 今天要討論是 關於藥物啦 醫材啦 手術 其實這些也很容易用白花錢 因為其實在我們接觸到 這些東西的時候 包括手術 我們一定都快嚇死了 所以這東西可能就想說 如果說可以花錢的話 可以治療好 最好 可是最後當醒過來 或是當一切很安穩的時候發現 其實之前我們就有個媽媽 就這樣子 她帶一個她的女兒 她女兒其實已經22歲了 她就帶來我悶診 她一見我悶診就說 江醫師 拔在她女兒的右邊乳房 摸到一顆腫瘤 想要開刀開掉 我說那妳請妳先打開 給我看一下 因為打開我就嚇倒 她左邊四個刀疤 右邊兩個刀疤 但是她刀疤其實是還滿漂亮的 就是都淡淡的 我就說怎麼那麼多的刀口 她就說沒有啦 我女兒的乳房很容易長這種東西 每次只要摸 所以她們很定期在檢查 只要每次只要檢查出來 她就去開刀 她就去開刀 每次大概都是纖維線瘤 她18歲開始開 開到現在22歲了 總共已經開過六次了 六次了 然後我在摸這一顆 其實我覺得很像纖維線瘤 我就拿超音波幫她一掃 我說這個還是纖維線瘤 但是現在只有一公分 1.5 我說這個 她就說1.5是不是 要開刀 我說為什麼 我說妳媽媽 妳為什麼一定要 這種都要開刀 她就說 那她以後 微檔約大怎麼辦 萬一她以後會變成癌症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妳就不怕妳女兒上面這樣子 疤不好看嗎 兩個女兒這麼多不好看 她說不會啊 妳看我巴都幫她顧得很好啊 她只要那個手術完之後 美容膠除疤軟膏 我還帶她去那個 整體外科打雷射 把巴都除得很好 後來我就跟她講一個道理 我說媽媽 我跟妳講 妳這顆腫瘤 就算我幫妳開掉了 妳沒辦法保證 它將來不會再長 在她還沒有停經之前 大概都有機會再長 對啊 所以我們一般對 纖維線瘤的認知是什麼 是 不管妳長幾顆 我們只開那種 有問題的那幾顆 比如說很大 超過3公分 或是超過2.5公分 就會建議開掉 或者是妳這次照1公分 妳上個月之後照變1.5 我就會說長大太快要開掉 第二個我說 如果妳很在乎那傷口 妳去後面貼的那些美容膠 除霸板膏還有雷射的錢 我問妳一個刀半 妳都花多少錢再顧 她說她一個刀半 平均都花2萬多塊 3萬塊再顧 那我就跟她講 那如果是這樣子 妳手術的素質 假設妳真的這麼在乎 妳手術的素質也選錯了 妳為什麼要直接開 妳花錢在後面照顧傷口 妳為什麼不只開 就好了 對啊 妳為什麼要開 對啊 幾乎看不見山口 如果前面這六個都很為狀 妳女兒現在也不用這樣子 雖然這刀疤都滿漂亮的 除非妳是要當刺青 當紀念 要不然妳為什麼要這樣開 所以說很多民眾都搞不清楚 不開的 不開 而且又選擇錯那個 那個手術的素質 都只是造成自己的困擾 還要浪費錢 就破壞自己的身體 只是這樣子而已 江醫師的例子是 不該開而開 那我講個例子是 在臨床上面常看到很多人感冒 嘴巴一打開 扁桃腺腫大 因為扁桃腺一腫大 都是那種第三度跟第四度的 而且每次一腫大之後 化膜裡面都是白點 病人一來就發刀燒 妳就問他 妳一年扁桃腺發炎幾次 一年起碼四五次 兩年都八九次 每次一感冒咧 都知道大概兩個禮拜才會好 那妳說 這個扁桃腺不是該開掉嗎 病人說 扁桃腺開掉不是很多 我以後感冒我就不知道啦 我就不知道我喉嚨會腫啦 就不會跑來看醫生啦 萬一變成肺炎怎麼辦咧 病人該開而不開 結果咧 他一年這樣看病咧 為了看這個扁桃腺 就這樣十幾格 二十格 萬一他哪一次 這個扁桃腺化炎更嚴重 引發 心肌炎 引發 腎臟發炎 那問題不是更嚴重嗎 再過來 大家要省錢喔 很多家裡有老年人 有很多慢性病 我特別強調 如果你老年有多重病 有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痛風 麻煩你去醫院或醫學中心 不要去高血壓看心臟科 拿兩種藥 糖尿病去看心塵代謝科 拿兩種藥 甚至痛風就去看痛風科 拿一種藥 其實他這些科都很簡單 你要就是掛一個 醫學中心的一個 家庭醫學科 直接拿這五種藥 或是他的病是慢性病 但不是嚴重的慢性病 不是什麼心臟病 已經放過支架了 要吃特殊的用藥 那個基層沒有 只要是這種慢性病的基層病 用藥都在兩種以內的話 其實就找我們基層的醫生 不管是內兒科 加醫科 我們都可以處理 一次拿兩種藥 甚至我們 我常常講 我常常有時候看到病人是一次 他真的有五種病 一次就拿了差不多七種藥 而且其實有時候會Double吃到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其實說實在的 健保局有那種雲端藥力 有時候很多病人 他在A醫院拿A病 去B醫院拿B病 都跟醫生講 他胃不太好 我告訴你 他拿了很多胃藥 然後甚至就去其他地方講說 他又有痠痛 他的痠痛又重複 所以結果病人最後 都說胃不好 為什麼 吃那麼多止痛藥 當然你胃就好 對 所以說很多東西 你需要整合 整合的結果之後 其實病人可以省很多時間跟精力 健保局的給付 也可以用在刀口上面 像我在急診 如果這個病人 他有好多個問題 然後最後我要給他轉診 除了就是說 加醫科可以從頭到腳 全身的去了解你之外 他們的 對 這個很快 一直闖上傷痕 我告訴你 是回家 你們一階 高興鬥角非常嚴重 肚子也一缺黑暗 你也一缺緊 還算加說白色 是 很短暗 大耳鼻無形 黃醫師除外 黃醫師病人 我們是病人感的出來 大部分加醫科 就會被病人忽略 因為我們大家都想要 直接找那個專家 對 是 可是其實這樣子 會有健康上的盲點 對 沒錯 那耳鼻優科會有影響透 我想 我想要補充一下 王醫師看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會覺得 扁桃腺到底有沒有用 是 對 其實扁桃腺 到青春期過後 都沒有用 它是一個免疫的系統 對 它主要是小時候 我們在建議 我們自己免疫的一個器官 過了青春期之後 基本上就是沒有用 對 所以如果你一直反覆 扁桃腺發炎 一直喉嚨痛 你只是 你每次感冒 藥量都會一直加重 因為你的戲劇 就一直在那邊 對 藥量都會加重 才有辦法壓制 可是壓制之後還是不會好 對 所以 有時候手術的話 其實除了讓你 不會喉嚨痛之外 你甚至有些的扁桃腺太大 會產生一種叫 呼吸中止症 對 睡覺會打呼 睡不好 對 所以你把它拿掉之後 甚至睡眠也都會改善 對 所以就是其實 有些刀是醫生建議開 然後其實也不用那種 那我老公如果打呼很大聲 我就直接叫他去開家廟 你先過錢拿啦 不是嗎 他是不是被你開的壓力太大了 可以從這邊缺掉 菁姐 大家先去找王醫師 對 我這裡就是其實要分享就是 像有一個病人就是他 長期就是從小的時候就是過敏很嚴重 來我的門診就是他說 看診所都沒有效 可能 他說是看耳鼻歐科 沒有看甲醫科 對 然後就是 其實也有一種 酥兒要把病人推給甲醫科 對 所以他就是 一來的時候就桌上 全部堆滿了就是他的中藥罐 鼻噴劑 然後自然療法的什麼自費藥 冰冰中腫 我看算一算 可能有五六萬跑不掉 對 他來給我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你這樣子 鼻子 我有就是要做理學檢查 我們幫他翻開鼻子 你這鼻子其實是滿嚴重的 他其實有用到一個藥 叫做那個歐塔皮 對 然後就說醫生為什麼 越噴越沒笑 鼻子越來越塞 然後打噴嚏流鼻水還是持續 其實這個藥就是叫血管收縮劑 你其實用了太久 反而會有一個叫 你鼻子會塞住 完全不能呼吸 對 其實你如果有一個 早上打噴嚏流鼻水 或者是你有一個季節變換的 打噴嚏流鼻水的話 其實 對 所以你可能要尋求的一個醫生 來質詢說 看看你到底有沒有過敏 對什麼東西過敏 對 我幫這個小姐抽血之後 發現其實他真的是 過敏很嚴重 對 所以給他鼻分劑 然後再請他 把龍毛娃娃 可能拿去丟掉 然後把家裡的地毯都打掃乾淨 再加上棉被清掃之後 其實這些藥都不用吃 他也就自己好了 對 就我最怕的說話術是說那個 譬如說他去看一些 就是不知道哪裡的 就可能不是很正統的醫療 那他可能會給他一些藥 可是他會講一句話 讓他浪費很多錢在那邊 就是他會說 一開始不會好 排毒啦 這句話真的害死很多 很多人浪費 不知道多少時間 還是要你長久的 對 對 因為你說發出來 到底要發多久 對 對啊 有人發了半年 發了一年 你錢就砸在那邊 然後最後才發現被騙了 而且老實說已經發 那個砸到一半的時候 你又覺得 不能斷 對 斷了就前出鏡 前出鏡 前出鏡 對 這個我之前曾經遇過 就是吃了之後 醫生啊 為什麼咳嗽變得好嚴重 排毒 天啊 醫生為什麼那個全身起疹子 這個毒開始在排囉 醫生為什麼那個流汗 有一點收水的味道 也是在排毒 所以他所有的句子都用排毒 就可以解釋 然後就看了半年一年了 對 那其實半年一年 有些疾病本身自己就會好 就會好 那今天如果要講省錢 我還可以跟各位幾個建議 第一個 真的要找一個信賴的醫師 之前有個媽媽來 你們都不信賴 沒有信賴 難好 你很幽默 是不是 所以信賴的醫師 天生就有優勢 之前有個媽媽跟我說 陳醫師 我咳嗽每次都要看八九個醫生 才會好 第一個醫生 第二個醫生 雖然我平常很相信他 可是咳嗽每次給他看 都看不好 我就換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 其實我都跟媽媽講 媽媽 你如果找到那個 你可以相信的醫師 你如果認真在他那邊追蹤 大概追蹤到 第四次 第五次就好了 差別在於哪裡 因為 你吃了這個藥沒好 做了這個檢查沒好 醫生腦袋裡面的邏輯 就知道說 應該不是這個病 可能剩下三個病 然後在吃了哪個檢查 好像又不是這個病 那只剩下兩個病 其實邏輯觀念 就可以一個一個排除掉 所以可能這個醫生 看你的咳嗽 可能看五次就好了 可是你每隔一陣子 就換個醫生 看了八個醫生才好 實際上有些時候 就是你 那第二個 如果這個醫師 你可以相信他 他如果建議說 你去找別的醫師 你也可以聽從他的話 去搜尋所謂的第二意見 為什麼 因為 舉例來說 有個媽媽帶著孩子 孩子來看感冒 然後媽媽就拿出了一顆藥說 陳醫師 我在你這邊也看了這麼久 小孩子看 大人也順便看 我那個常常胃痛 上次去做了胃鏡 醫生開了這顆藥 他說要長期吃 你能不能也開給我 那也是 這個藥 在健保的條款裡面有說 你開藥的時候只能開多久 而且要附上幾個月內的 那你胃鏡不是在這間診所做的 所以醫生可能就告訴你說 那這個我這邊 應該也是有這個藥 可是 有的媽媽就不能接受 為什麼那邊是有健保 我這邊沒有健保 我就跟他說 那邊是賣牛肉麵 這邊是賣拉麵 那你天天去一間拉麵店 跟他說我要吃牛肉麵 那你當人家要多花一點錢 幫忙你煮出來 我之前呢 我之前是有一次 然後拍戲拍拍 然後跟朋友出去喝 晚上回家 有看到桌上有那個大骨頭 我就拿來啃 為什麼桌上會有大骨頭啊 然後拿來啃 門牙啃斷 然後你也是很喝 你喝醉酒 然後看到大骨頭 然後拿來啃 我就想啃 這骨頭 這骨頭 怎麼這麼嚴 這怎麼這麼丟 我媽媽說 她說我這樣走 不知道 牛精做的那個骨頭 這也是真的骨頭 然後是很厚的那個牛骨頭 然後我就 可能這最不錯 我就拿來咬 咬… 然後就斷了 是有多醉 後來 你不要裝上去 後來 其實它斷了以後 一開始我是裝 小小的裝上去 但是過一陣子我發現 有一陣子吧 可能是我刷得刷不乾淨 還是怎樣 我整個上嘴唇腫起來 而且我鼻子聞得到一點 臭臭的味道 牙齒那一種 我就看醫生 醫生這個 這個要說 你已經住在裡面了 不行了 所以整個牙根都沒有 然後後來她說 你要做牙橋 我就不要 因為那邊有什麼錢 牙橋 要三顆 我說不要 然後後來就 又裝一顆 但不行啊 拍戲不時在掉 不行啦 有時候 導播拜託 你拍我這邊 就這樣 笑 笑起來就缺一腳 後來那一檔戲拍完以後 我就發現 有賺到一點 然後我牙齒本身不太好看 我就把上面六顆 跟下面六顆都磨小 然後套六顆上去 跟套六顆下來 你那檔真的賺很多 沒有 天生跟我講說 你裝了以後 應該就OK 我自己想說OK了 應該可以撐很久 但是 沒有撐很久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就開始 可能是我自己 是不是 我自己清理的問題 清理不乾淨 它是 就是會有 它說會有萎縮 然後 一換就要換一排的 所以我這樣等於 我當時就不用 不用把十一顆都磨短 我何必 我就裝了三顆不就好了嗎 我想很多牙醫師 在製作假牙的當下 因為是門牙 特別注重門面 你又是知名的名人 他可能會很盡力的幫你做 他想說做一顆 對其他顆牙齒來講 因為是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光的折射 所以看起來美觀上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不自然 他覺得說我這樣做不讚 那加上說你那邊缺了缺有一段時間 那他就希望說 OK 要做乾脆一起全部重做 人家說的微笑指 譬如說上六下六或上八下八 然後把他最需要的那個露出來的 就全部都做牙齒 讓他顏色一樣的意思 對 現在很多技術越來越發展 他會做所謂的 那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婆婆 跟你一樣的狀況 她是很嚴重的缺牙 所以當我跟他講說 你唯一的剩下的選擇 只剩下直牙 跟所用甲的時候 他立馬拒絕 然後他出去了一年 一年之後回來 他說醫生我這好不舒服 就像你剛剛那所說的 拳口的 他把他所有剩下的牙齒 全部磨小 去套整排的牙橋 那因為這有一個 這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致命傷在哪裡 就是說 你今天整排的牙橋 它都是一整一體成型的 但裡面很多細縫 你如果沒有按時清潔的話 它會累積在裡面發炎腫脹 那這種就所謂的 另類的牙周病 那這種牙周病 它旁邊你的牙齒 也都會多少受到影響 久了久了就像這個阿婆一樣 它最後整排在搖晃 受不了 最後只能整排全部拔掉 它只能強迫式的做 全口的這種假牙 活動式的假牙 但是你這樣子 他說你全部要換 這也是很 無可奈何的事情 就是要做好清潔 所以現在我們大部分 缺牙的狀況 只有一顆的話 會考慮 三顆做在一起的假牙 或者經濟比較好 像林大哥 你有接到比較多戲 然後你就可以考慮 比較考慮 就是用直牙的方式 這樣子 第一個 你可以不用去磨好 旁邊兩顆牙齒 健康的齒值 對 然後同時間 假設 直牙真的壞了 或是隔壁一顆牙齒壞了 都不會 然後之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新聞 有一個網紅 他花了十二萬 他為了讓牙齒 他已經做完矯正了 他要讓牙齒更漂亮 更美白 他就去做了一個 所謂素質美白 說我們不用磨牙 我們立刻完成 然後你回去就用 完美的微笑曲線 但是後來發現說 他這種東西 他其實做這種素質牙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一般人以為我們牙齒都不敢做 原因是什麼 因為素質本身的材料和密度 容易糖溫納垢 不好清潔 他最後 所以其實實際上 你今天要做一個項目 或做一個治療 你要先去評估說 你要的 求的是什麼 但他往他求的只是美白 那其實漂亮一點 白一點 大家都看得到的話 你就用 眼光美白或是雷射美白 就可以做到啦 了解 那真的有點白花錢 你看 你還說我們一屆勾心鬥角 你看那牙醫界 對 對 難怪都開跑車 其實現在那個 你如果去醫院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自費器材了 比如說最常見 現在要再收的自費器材 大概都是骨科 你打腿 你脊椎嘛 有個骨水泥 弄個氣球 或是一些 明明都是 比如說你骨折了 要打鋼丁 這個價格差更多 事實上這個東西是沒有犯法的 因為這些自費的鋼丁 本來就是每個醫院 自己再去訂價格的 所以民眾可以怎麼選擇呢 其實可以上建某個一個比駕網 你就可以知道A醫院多少錢 B醫院多少錢 C醫院多少錢 然後你選一個 但是這樣真的比較好嗎 而且我們就晚上急診 就有一個那個高中生 就無照駕駛機 摩托車摔倒 手走的地方骨折 很複雜 所以在某家 在我們醫院就跟那個醫生講說 你這個要用另外 要用自費的一種鋼丁 才有辦法固定得很漂亮 不會影響到你以後手手運動 就是八萬 他姐姐剛好知道這個比較好的事情 在離他家還滿近的一家醫院 也有這個鋼丁 只要五萬 所以他就選擇說 那我幹嘛這麼待去 你們的醫院花八萬 我這邊又比較遠 然後我就去那個五萬開就好啦 結果就去那家醫院開了 就開了之後 又回到我們醫院 重開一次 為什麼 因為那一家醫院 雖然那個是五萬 但是他的 經驗沒有那麼夠 沒有打好 沒有打好 對 所以就只好回到我們醫院來 又拔掉 然後等一陣子之後 又再重新放進去 所以 五萬加八萬 花了十三萬 就已經開了兩次了 所以有時候很多醫院的 他們那個訂的那個自費價格 或是那個器材比較高的時候 其實他們賣的不只是器材 還賣的是藝術 藝術 對 所以就是你自己去評估 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家醫院 他賣的其實很便宜 又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醫生在那邊 那就恭喜你 對啊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講了 那麼多省錢 或者是那種 我們媽媽有時候白花錢 覺得很冤枉 那我們到底應該 把握哪些看病原則 才不會白花錢 然後又省到錢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 政府有的補助 你一定可以要了解 對 上網查也好 問醫生也好 第二個就是 在看病的過程當中 你跟你的醫生 有良好的溝通 打好關係 他會給你的 就是在醫療 這方面給你最好的建議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 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剛才講到保險的部分 你如果原本你有在做一些 自己的保險的計畫 那麼基本上這一塊 也可以讓你省錢 最後一個還是一樣 預防剩餘治療 怎麼聽起來很詭異 沒有 等到事情發生了 其實基本上到了已經 譬如說無招架時對不對 都已經摔斷手了 到那個時候才來說 我要怎麼省到錢 其實你悔不當初 一開始就不要做就好了 對啦 不過今天這個聊了很多呢 就結論就是 找一個好的家醫師 然後還有很多呢 政府的其實很多政策 或是健保有很多政策呢 就是我們自己去了解一下 不要讓你的權力睡著了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爸爸 還有小朋友 謝謝大家 拜拜 我記得我小時候 是小學畢業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的血型 那到底小朋友什麼時候 驗血型是最準確的 因為我以前聽人家講說 剛出生不準 因為剛出生血液 媽媽的血型會被影響 是真的嗎 不對 其實出生是可以驗 但是我們現在醫院 普遍不驗 是因為 我們常常會 不小心碰到 家庭的糾紛 因為驗出來 現在大家姿勢都很俗了 發現爸爸媽媽的血型 就想要說對不起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不想要躺這個混血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不會特別驗 還有第二個原因 就是跟剛剛講 家族對付無關 世界孩子有一些特殊的血型 這個跟你剛剛講有點像 就是譬如說 之前新聞有報一種叫 亞夢買的血型 這種是B型 可是他剛出生的時候 他會驗成O型 那有的時候真的 爸爸媽媽有的時候 這個不明就靈 那他們覺得 這樣對不起來 拼拼又不溝通 就埋在心裡面 想說我怕喝 對 那這樣的話 又是造成 另外一層的家庭傷害 所以剛剛講的一個是 真的有家庭的一些問題 被我們不小心驗血型 一個是不是的 其實是 它是很特殊的血型 所以造成 我們現在出生不特別驗 但是如果你特別要求說 可不可以 如果像有的時候 我們要扎黃膽 黃膽植高的時候 順便驗一下是OK的 然後其實黃膽 基本上我們也本來 就會驗孩子的血型 但很多人就說 那我如果一直都不知道血型 那這樣怎麼辦呢 我如果有一天 剛好需要輸血 我不是就沒有辦法 告訴醫生 我是這麼血型嗎 不會的 我們現在基本上 任何人來 你就算跟我說你是A型 我還是在夜間變人 我不會隨便變人相信你 所以基本上 現在在血庫裡面 我們做的血型 都非常的精準 而且非常的快速 那最後只剩下 你結婚前知道就可以了 結婚前檢查的時候 我生小孩之前 你知道你什麼血型 這樣應該就足夠 那夜血型有什麼好處 沒什麼好處 知道你的個性 你到底是什麼型 我是A型 對 了解了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你敢ハイ 快拍切で latent 可來等人 先來晚年 可以非常靠 不用太干った 最新記憶 快安 我要 消息 快安